11月17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吐露 该院考古人员在西安市长安区 郭渡街道杜回村南部 发掘汉唐、宋金及明清时期墓葬40余座 其中发掘的五座北宋晚期孟氏家族墓葬 系近年来关中地区 继蓝田旅氏家族墓葬发现以来 宋代考古的又一重要新发现 孟氏家族墓葬位于发掘区中部偏北 发掘确认两座墓葬在2010年前后被盗 幸存两方青石墓制 三座墓葬形制保存较为完整 随葬品丰富 出土的60余建组耀珠窑清幼瓷器最为精美 这批青瓷绝大多数保存完整 器类组合明确 部分器型数为罕见 为研究北宋耀珠窑器物类型 烧造工艺以及瓷叶发展等 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里面它出了一批60多件 这个耀珠窑青瓷 这批青瓷呢 它形制很完整 而且保存也特别特别好 而且它尤其它这个实践呢 处于这个宋经之交 这次我发现呢 除了器物精美之外 而且它现在也可以对这个 经代和宋经之交这一块的 这个器物定代上 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 对我以前的证实 能够可以修正 五座墓葬均系数学墓 道洞式墓 形制相同 规模相当 坐北向南 该墓地供出土随葬品130建筑 有铜 铁 瓷 陶 玉 水晶等 其中四位墓主生前均未过30岁 并于同一天 千藏经兆府长安县杜辉村新营 综合分析专家认定为 北宋晚期梦氏家族墓地 或专为藻王之人千藏所设 根据发掘区各时代墓葬的分布情况 基本可以确定梦氏家族墓地的私质 我们这次呢 发掘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亮点呢 是一个酸泥土香 这件东西呢 在以前呢 是没有经过这个 没有这个经过科学考古出土的 我们这次是首次发现 然后这件东西呢 它其实是这个 其实是北宋一个特别流行的母题 就是一套两件 上面是个湿心盖子 下面是个莲花座子 这样的东西 我们在宋经 在北宋的这一段呢 是非常流行的 这次我们是首次经过科学发掘 把它给发掘出来了 据了解 孟氏家族墓葬 统一埋葬于宣河五年 此时好古之风盛行 宋徽宗赤传宣河博古图 这批青瓷中多有仿骨气性 应该也是这一风潮下的产物 此外 墓葬还出头有景德镇 清白又瓷器 铜镜 宝石等随葬品 和实验 墨定等精致的文房用品 展现了北宋底层文人 雅趣的一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